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感谢神 我们在主日可以分别时间出来 敬拜神在祂里面得安息 这是祂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为着自己祷告好吗 主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我们可以听 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可以遵行 祢的话语 这实在是祢的恩典 祢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悟性可以明白 给我们力量可以遵行 感谢主带你我们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那今天要借着十篇九十八篇 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主题 公正的法官 那我们打开圣经 十篇九十八篇 有九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十篇九十八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 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 所评的信实 地的事迹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 要用琴歌颂耶和华 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来歌颂他 用号和叫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 愿大水拍手 愿诗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 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公正审判万民 感谢神 诗篇98篇 那在这一篇诗当中 我们读起来 是不是看到诗人邀请我们 所有的全地 我们都当向神欢呼 向神歌唱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诗 它就是庆祝耶和华做王的赞美诗 庆祝耶和华做王 那耶和华做王不仅在过去 他在现在 他也在末后 在未来 在永恒 他从过去一直到永恒 他都是做王 那这跟我们现今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们思想的是公正的法官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上充满了罪恶 是吗 充满了腐败 充满了贪污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腐败指数 CPI 或者说叫贪污感知指数 那就是那些专家们呢 国际专家们呢 对于当地的这个腐败的状况 他就有一个主观感知的评估 一个排名 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就有对过去 去年 全世界有180个国家 就有一个排名 就是这个腐败指数 排名越靠后的呢 就是越腐败的国家 那我看了之后呢 我发现 靠近最后 基本上最腐败的国家 就好像索马尼 叙利亚 这些南苏丹 那我再看了一下 印尼呢 排名大概是100位左右 也就是中间 也就是说印尼 它是这个 全世界180个国家的当中 中间 它的腐败 腐败指数算是在中间了 那中国呢 是在更靠前一点 60位左右 那我们看到 即便是在最连结的地方 最清廉的国家 也仍然是有腐败 更不用说 排名越靠后 甚至是最腐败的地方 那事实上 在这个世界上 人活着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腐败 就有贪污 就有罪恶 是吗 你看到吗 因为人都有罪性 我们基督徒更是 离不开罪性的 这个玷污 诱惑 那我们基督徒 活在这样一个 有罪的世代 这样一个 污秽的世代 这样一个腐败 贪污的世代 我们 又该怎么样去仰望神呢 那诗篇98篇 刚才我们读的 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帮助 那我们一起来看 诗人在第一节就说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那耶和华行过什么奇妙的事情呢 当然 我们看整本的圣经 特别是旧约 我们 当然诗篇的话 他就是看过去神所做的 奇妙的事 就是对他的百姓 以色列明所施行的拯救 那神对他百姓的拯救 就可以看出神 他是得胜的君王 对吗 他也是对他的百姓 充满了怜悯与看顾 那到了新约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 他来救世 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是神百姓 所盼望的那一位 弥赛亚受高者 他是拯救我们的神 他也救我们脱离 一切的罪恶的捆绑 他是得胜的君王 他看顾我们 所以诗人他邀请所有的权地都向神欢呼歌唱 到了最后 诗人更是远远的看见 第九节说 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公平审判万民 诗人看到了这一位的神 耶和华作王 他是一位审判的主 而且他遥远地看见 因为他来 他遥远地望见 那要来的弥赛亚 他已经看到 他也会施行审判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我们仍然在等候他 第二次的再来 是吗 所以对于那些在逼迫当中 在艰难当中 在不公正的待遇之下的 弟兄姐妹们 受困苦的人 在艰难当中的人 神的话 的确给我们安慰和帮助 他是那一位审判的主 他会施行审判 他会施行拯救 所以我让我们的眼光 不要单单聚焦在现今 我们也盼望将来 他施行审判 丙行公义的日子 他为那些受区的人 伸冤 他会按公平 审判事件 按公正审判万民 让我们来仰望这位审判的主 我们仰望这位审判的主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邪恶的世代 献金的世代 我们可以忍耐 我们可以更坚定的 跟随神 侍奉神 所以这也帮助我们 不要轻易的灰心 失望 不要轻易的拒绝 从神而来的感动 继续的勇敢的做主公 感谢主 无论是你所处的环境如何 是顺境还是逆境 愿你我都可以坚定的 好好地珍惜在世的光阴 来做神所托付你我 要去做的 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对吗 神感动你 你可以做什么 在你现今的岗位 在你现今的年龄 在你所处的位置上 你可以做什么呢 为着神 为着永恒的 神的称赞和奖赏 为着神的托付 为着神的家 为着那天上永恒的家 为神 为神拣选的恩典 为神大发热心吧 为神勇敢地去做吧 感谢神 愿神的代理 你跟我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你实在是公正的法官 在这个世上 我们免不了 会受欺压 免不了 会有不公平的待遇 主 求主 你来 顾念我们 看顾我们 让我们也把我们的眼光 聚焦在你那里 你是公正的审判官 让我们可以 好好地使用光阴 今生短暂的日子 我们仰望你的应许 感谢主 帮助我们 加添我们力量 让我们可以 在任何处境下 都可以勇敢地 坚定地跟随你 侍奉你 谢谢主 奉出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